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后 为统治全国百姓设立很多衙门 分别隶属于皇宫府城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五军都督府 通过前两期视频 分享了中央政府下所设衙门的官吏和职责 你会发现 朱元璋废除中书省后 明朝中央政府下最高的各部上书为正二品 那么正一品和从一品的大员都在哪呢 本期视频跟各位分享皇宫府城 老朱草根出身 对于百官非常的刻薄和不信任 但是对于自己的家人又是百般呵护 高官后路锦衣玉石 下面我从中央府城衙维度 树立下明朝正一品大员的分布 宗人府掌管明朝皇帝九族的宗族名册 并按时撰写帝王谱系 记录宗室成员子女的敌术 名称封号 四职席位 升族年间 婚嫁丧葬嗜好等等这些事情 凡是宗室臣述请求均为之向皇上汇报 并引荐贤财记录得失等等 明朝洪武三年设立大宗政院 洪武二十二年 一三八九年改名宗人府 并命亲王掌管 秦王朱爽为第一任宗人令 宗人府因为掌管宗室之事 所设官职品级非常至高 明初均受皇子兼任 秦王朱爽任宗人令 秦王朱刚任左宗政 燕王朱棣任右宗政 朱王朱肃任左宗人 楚王朱贞任右宗人 均为正一品 宗人府设经历司 管收发公文 经历一人为正五品 三公 所谓三公为太师太父太保 三职的合称 负责协助皇帝处理重要国事政务 三公历来都是最高官职 洪武三年 明太祖朱元璋 受李善长为太师 徐达为太父 常玉春为太保 宣德三年 明宣宗受英国公张府为太师 穆盛为太父 陈茂为太保 当时三公官职几乎为专授 自宣德正统年鉴以后 三公成为虚贤 为勋气文武大臣家官 郑官 三公为太师 太父太保 均为正一品 三姑 三姑呀 及明朝的邵师 邵妇 邵宝 三职的合称 负责协助皇帝处理重要国事政务 洪武三年 明太祖朱元璋 设立邵师 邵妇 邵宝 直至宣德三年 明宣宗受简易 进邵师 杨世奇 进邵妇 夏元吉 进邵宝 当时三姑官职 几乎为专授 自宣德正统年间以后 三姑成为虚贤 为勋气文武大臣 加官赠官 三姑 邵师 邵妇 邵宝 均为从一品 朱元璋对子孙后代的教育 极为重视 为此设立对应的衙门和官职 东宫府臣 明朝太子三师 即明朝的太子太师 太子太父 太子太保三职的合称 从一品 负责以道德辅导皇太子 为东宫府臣 洪武元年 因为明太祖朱元璋经常因事亲征 考虑皇太子监国的时候 再设官僚制度 会声嫌隙 于是 命朝廷重臣 兼顾东宫职务 但未受任何太子山师职位 后 命东宫师父 只为监官 家官 及赠官 从此以后 直至明末 太子山师全部为虚贤 与辅导太子的职责无关 比如 洪武十九年 李景龙 兼太子太父 洪武二十四年 傅友德 兼太子太师 洪武二十五年 冯胜兼太子太师 兰玉兼太子太父 都不掌管东宫职位 只有虚名 明朝太子太少 即明朝的太子少师 太子少父 太子少保 三职的合称 郑二品 最初负责掌奉皇太子 以官三公的道德 而教育等事 为东宫俯臣 后为虚贤 唯一的特例是 永乐年间 明成祖迁都北京 命姚广孝专任太子少师 刘府太子诸高志 太子三师 太子太师 从一品 太子太父从一品 太子太保从一品 太子三少 太子少师 太子少父 太子少保 都是正二品 太子宾客 为东宫大臣 正三品 詹士府 詹士府为明代辅导太子的机构 明代辅导太子的四个机构 除詹士府外 还有左右春访和司经局 詹士府官员多由朝臣兼领 或戴汉林官衔 这是明太祖立下的规矩 詹士府的主管 詹士由尚书 侍郎 督御使兼领 成化以后 则由礼部尚书 侍郎中 汉林出身者兼长 辅访局官 不仅与汉林院官衔相间 而且执事也相同 如讲读 修书 考试等执事 两机构相同 并统于詹士府 所以詹士府 名义上专职辅导太子 实际上与汉林院所长 没有什么不同 大明王朝1566里 于王府讲官很多 包括徐介 高拱 张居正 这些都是内阁 或担任各部尚书侍郎 并且都是汉林出身 其中谭伦担任詹士府 詹士一职 所册官职 詹士一人正三品 隶属詹士府 邵詹士两人正四品 府城两人正六品 都隶属詹士府 主部一人从七品 隶属詹士府主部厅 陆士两人正九品 通事舍人两人从九品 隶属詹士府 大学士一人正五品 左树子一人正五品 左玉德一人从五品 左忠云两人正六品 左赞扇两人从六品 左思直郎两人从六品 左清济郎一人从八品 左思剑两人从九品 这些都是隶属于詹士府 左春房 大学士一人正五品 右树子一人正五品 右玉德一人从五品 右忠云两人正六品 右赞扇两人从六品 右思直郎两人从六品 右清济郎一人从八品 右思剑两人从九品 这些人隶属詹士府右春房 洗马一人从五品 教书两人正九品 正字两人从九品 他们仨隶属詹士府私经局 太医院 太医院为医疗保健的机构 服务于帝王皇室等上层社会 大明王朝中 李时珍起初为太医 不过是正八品 所册官职包括 院使一人正五品太医院 院判两人正六品太医院 御医十人正八品太医院 大使一人 还有副使一人 这都未入留 属于太医院生药库 还有大使一人 副使一人也是未入留 他们属于太医院惠民药局 至此皇宫府成篇讲述完毕 您是不是发现 皇宫很重要的一波 没有讲述呢 宦官 宦官是一群非常重要的群体 宫内所设二十四衙门 在大明将近三百年的王朝里 宦官掀起了很多风风雨雨 下期我们讲述大明王朝之皇宫二十四衙门